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IG会找到的 还有我们几个人除了阿泰 都是有节目的IG 我会开的了 他改后风啊 不用每个星期说一次 有点害怕的 有点压力了 咪后说而已 哪有说你 你不要开干什么 坚持自己 你有压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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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集吧 他开始有压力了 你是不是说谎了 有压力了 我被叫你一场 好 Follow我们的IG 我们都会定期更新一下我们的币 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 最近啊 我有看演唱会 你有看很多演唱会 不是很多 不是 上次跟你看 哪次啊 安仔 已经是安仔了吗 对啊 上次安仔 都没有一个月之前 一个月了 一个月了 OK 今次我看COLAR 你们有没有看 没有 COLAR第一个演唱会 是第一个吗 是啊 上次Lolly Talk 我很大声地说是第一个 后来发现不是 7.7 原来是 哈哈哈 这个肯定是 这个肯定是 OK 肯定是 九剪吧 九剪 因为他一出道第一年 已经说要开演唱会 但是就很多意外 很多阻滞 然后就来到现在才开第一次 那也都可能是好事的 就是多些时间是准备的 这个演唱会 我觉得很好看的 是 是 一开始他就表演跳舞的功能 嚇死我 表演什么 表演什么 一开始就表演跳舞 是 表演跳舞 是 他一唱第一首已经超级齐 超级有power 他开演唱会是什么歌 是back in the game 是新歌 是 是 是特别齐了 这首歌 之后有一部分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solo part 他们每一个人都会solo一首歌 是 我觉得 因为对他们来说 中规中矩 就是唱歌来说 我觉得他们是中规中矩 但是这一部分我觉得是有花心思的 去练 练 你可不可以说得好一点 这一部分特别有心思 我教你 其他部分是没什么心思 对 那些女朋友就会抓住 那些女朋友 其他都没有 是不是 什么叫这一部分特别 绝对 绝对 耳仔圆 这一部分特别有心思 对 多谢阿谦 教我人生的道理 是 是 有钱到你的袋 他不敢说 是 他除了练唱歌那年很好之外 就是很有心思练 然后看到很大进步 是 个个都是 而且他是 你感觉到他的歌是想说什么 就是想说他这段时间 如何经历一些事情 那个心理的转变 然后到最后 大家都一起回来了 大家一起去迎接另一天 这里有情感是吗 或者叫他自己经历 我自己是个很感动的 有没有哭 都有 有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全民造星开始才有的 一个独特的玩法 因为《造星》就是纪录片形式 我听到说 就是他拍的时候就是 纪录了你练是怎么样 他每一个是计划你的日 所以 你才会有代入那种 我陪着你成长的感觉 如果是阿羊当 他是《造星4》的那时候 《造星4》开始看 那你就会见证着 他开筹是怎么样 之后又怎么样 然后你现在再认识 你才会有那种感应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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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大感觉 但是我想说一件事 那天我是坐在《Star Hall》 最后一排 应该说是二楼 二楼那里的第一排 也很后的 但是我发现二楼那里 是没有人站起来看的 然后我是完全不敢站起来看的 不敢啊 就算无论歌曲多high也好 跳到棒棒的声音 我不敢站起来 这两个动作很索 你见到吗 我见到 我见到 他好像在玩游戏 在玩游戏 左右屁股 但是下面一楼是站起来的 是啊 站起来的 每个都站起来的 但是上面没有人站起来 我就不敢站起来 你这些是不敢喊小巴又落的 那种 logic 不是啊 这些就是 他踏小巴明明他要下车的 然后没有人喊 他就不喊 不同啊 你小巴下车也能自己下 你迫着看 你一边站起来 你好像有阻力的 你叫人自己下 有了 你自己下车 他就是不喊 你为什么不带领这个潮流呢 全部都站起来 是啊 你站起来就是站起来 你被禁他飞来坐在那裡 骂他 然后那些人就拿了电话来拍我 拍我 神經病 我在这里 拍我啊 我看COLA 大家看我看COLA 哈哈哈 你带领一下潮流 但是最后有没有气势 也是没有的 最后有 是的 就是多虧阿Marv说了一句 就说 喂 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这些 他就是说 演唱会不是给你的 坐在那里看的 然后呢 哇 然后我感激他 多谢阿Marv 那我才 我之后他一说完 我全场都站在身上 我没有坐下 哦 是的 然后其他人一起站的 那那个气氛好一点 玩得嗨一点 是 看演唱会是要嗨一点的 但是 但是有时候是生气的 就是 我以前也是啦 就是看show 那样 看五月天那样 或者看其他 喂 擺明是暗的啦 有时候说真的 就是以前看一些band仔 擺明是要暗的 那些人坐在那里干什么 就是以前很流行 做那些帮帮棒 帮帮帮 就当是投入了 真的开始 没有斗大会了 那些帮帮在那里搖 就是整班老人员 坐在那里 不知道在干什么 你来看show 在那里打拍子 你不要拿我的斗袋在那里抛 是不是 Shake 各位听众 因为他们听到那些 都是演唱会 还有比较起分 比较蹦字的那些 是的 是的 如果我去听爵士那些 大家就千万不要站起身 那些就不懂得用的 而且你听王远之 你不会按 你不会一直喊的 大哥 他看女团那些 那你都不 一定要的 那些一定要的 我想问是否九成都是男人 就是男观众 我不是看得很清楚 但我周围是多男观众 是的 都合理的 但是说起这个 我刚刚说起发漏 我突然想起这个星期 我看了一个朋友 就是这个小学鸡的辩论比赛 诶 学友看 诶 诶 不知道在说什么 但是那个故事 就是大概 不知道什么是杯 小学那些辩论很多 奇趣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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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个杯 奇趣杯 你搜尋一下 真的 真的 不是的 真的有个辩论杯 接着有两间学校 在辩论着 接着有个女孩 她突然在说的时候 跳变体是什么 跳变体 没有人说过 跳变体是什么 香港孩子幸福妈 你也有看 上下 幸福妈吗 按上下 OK 我以为我开来给你 我们幸福 有没有同学 我答完你到你回答我 你是不是在怒我 有没有同学想问一下 今天是否怒不怒 你和这个辩论比赛有什么关系 有同学给你回答我 你到底是否怒不怒我 有没有同学给你做一阵经验 现在打变体的比赛 不要玩 有没有同学 你看到这里 哈哈 她已经成功了 激怒了 第一次看的时候 有没有同学一样的感觉 我不知道自己听过这些什么 哈哈哈哈 是什么来的 但是她这招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 她激怒了别人 别人之后失了睡 但是那个厉害在于 竟然可以冷静到 在这个辩论比赛的过程中 用这个绝招 逗兴你 一说就行了 是吗 一说就行了 你为什么情绪特索我 阿泰才是高手 我输了 我立刻就输了 你一说生气你可以怎样 刚刚那个男孩很厉害 刚刚那个男孩 你答又是 不答又不是 答又没有封 如果你说 真的 好像很奇怪 当然生气你了 九不答八 那男孩不行 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答我 是的 他吃着想 但是你觉得这条片的男孩 住起得很好 OK 很好啊 他就说 都九不答八 跟这条片是没关系 是啊 我们先做回正经事 是啊 但是我觉得 那个男孩实际上 有一种 少少偉小宝的天分 嗯 你觉不觉 他是笑着说 他是笑着 他是在爽的 他一次要激怒了四个女孩 他是 哈哈 关什么事 你觉得 听不懂 那些人可以play back 他的声音呢 他说 我想问一句 其实关什么事 很厉害 好玩啊 这是辩论比赛来的 我们做回正经事 如果给羊说 就未必会是这种 你试试一次 哦 来啊 等一下 那句话是什么 我生不生你 跟今天的辩题 有什么关系 不是 是理处的方法 是理处的方法 现在是你的方法 对了 如果别人这样问你 我跟我说 那小鞋 行不幸福呢 但我先问你是不是生气了 关什么事 完全不是那种感觉 就变成真的生气了 你先回答我 你是不是真的生气了 他又弄回那些花 关什么事 哈哈 不是 这个低迷仔变成了 哈哈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那个男孩 很厉害 就是那个男孩 基本上他是 他是你玩我吗 我玩回来 我跟你一起玩 哦 你这样说 我明白 哦 原来那句题目是一个陷阱 想你回答他生气 或者不生气 就是让你困态 有个 哦 反而你回答了第一件事 就是回答他的问题 所以他就卡住了 或者你这样笑笑笑 回答了 你是贏的那个 哦 你那种尴尬得来 又有一种大方 但不知道你这样听声 可能那些听众 就会觉得 那男孩是生气了 我觉得是因为他问了几次 就觉得很烦 对 就是有个人问 你是不是生气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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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是高手你不要啦 你打算撒你还手 我可能不怕你啊 那些人 是 没错 那这件事和我们今天的题目 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们今天呢 刚好就是说 我们的什么情侯是生气 做什么生气啊 做什么生气啊 憤怒啊 做什么生气啊 我觉得呢 我们要不简单投票 因为现在时间不太多了 你觉得我们这里哪个最生气 多谢大家的领席 我觉得是阿谦 是 哈?你们不投吗 又说简单投票 很简单的一票 一票就可以了 OK 我也觉得 一张船 没有人反对吧 OK 两票通过 好吧 他们不想表達 你在香港开会是这样的 在香港开会 我同意 然後 是否回来解釋 好 好吧 我感到做 我感到就很久 我感到很久 我感到我的感受 但我感到很久 你感到很久 还不能在百分之 他太多了 不なんか 不容許想什麼精緻 守著規定我可變得清澈 串心一致 寧願多把案會被分解 Ula Kila Nai 逃出心臟然後活埋 每一刻才可戀愛 只為著誰的存在 仰會被後代 我想要的愛 超脫幻想依然凝固地愛 惑惑して 時々する 一百一百張停止我 我話本的俱喊 少女的缺憂 情緒ない 恋愛堅持 做個瘋狂的天使 能讓大家快樂 感動卻感羞恥 就將多把案製成毒藥 套在箭頭 射穿一副和荒謬 沒日後才可戀愛 是為著誰的存在 若會被後代 我想要的愛 超脫幻想依然凝固地愛 Kila Kila Metal Hua Hua Lace Melo Melo Meme全色素 一心一心一意 創臉的暗示 不敢介意 Dance on Yoriwa Honeyotodage Itsiba Kagoyak Ikogareni na 你和我同步一起 你創世界 我能隨時為你打氣 就現在我想戀愛 為著自由的存在 我欺凌我內 我相愛的愛 我欺凌我 大家都希望有他惡才 握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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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 你會有甚麼感受 剛剛聽的是《月女新夢》 戀愛禁止 《月女新夢》 《月女新夢》 我小時候遇過一件最生氣的事情 就是我看了《死亡筆記》1到7集 我覺得很好看 然後看了之後的8到14集 我超級生氣 中風伏 好不夠 回來了 繼續說 那繼續投票 繼續投票 投遠的了 很生氣 很生氣 楊彼又問我 其實投來做甚麼 對 他說沒有 我打算見公開時間差不多 然後隨便找話說 誰知捉過自己的蟲 大家只有G字 投票 只有得罪人 不是 投票而已 現在好像不說了 哈哈哈哈 究竟在甚麼情況下會容易生氣呢 問一下阿楊先 剛剛是否生氣 被人這樣服 不生氣 阿楊不生氣 阿楊不生氣 不生氣 不生氣 今天下午 在群組裡 阿楊列出了一些情境 即是你們有沒有有些 有些行為 見到一些行為 在真實情況 即是在街上走一下 然後遇到一些很不舒服的東西 然後很生氣 我其實是有一宗 我是很少可以在街頭跟別人罵阿楊 對罵的 對罵的 對罵 我本來不想對罵的 對方是男還是女呢 他被局長跟他對罵 是女人 老的 老的 是 大輩是專家 老女人是比較 街頭老女人罵子 比較容易有對罵的配搭 OK 我先說說說 為什麼 在那裡罵戰 是罵戰 就是在一個天橋 走去天橋 因為我有時會到處拍照 你拍他 我不是拍他 他走過天橋 因為剛好日落 就很漂亮的畫面 我就停下來拍照 拍到天橋下面 然後他在後面一下踩到我 真的要說髒話了 但我是 失去了理性 你是亂來的 不是 我已經很好踩 其實不要緊 沒事的 即是跟他說不要緊 不要緊 踩到兩個了 不要緊 來 你試試不要踩 我想問是第一腳 你已經有出聲 還是沒有 不是 我沒有出聲 我照拍照 然後 然後他說 然後他摺我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他生氣 那樣很搞笑 明明是他踩我 然後他生氣 然後他說 你在幹什麼 你是不是想我死 我想問是在天橋上面 天橋上面 很窄的嗎 不是 不窄 肯定能走到兩個人 左右 都並排走 但是當時 你看到他那一刻 我們一起 塑造一下他的程度 你看到他踩到你之後 你有感覺 馬上看後面 他是拿著什麼 拿著 不記得 大概有沒有 拿著手機 拿著手機 不記得 不記得 很明顯你站在那裡拍照 然後他跟你拍照的時間 會不會很近 譬如剛剛拿著手機出來 一拍那一刻他就撞我 對呀 其實他不是撞我 他是踩多一下 不是啦 撞和踩兩樣東西 是嗎 OK 撞是嚴重很多 踩一踩這腳 踩哪個位置 他踩 就是鞋尾 鞋尾 喔 你是斜的這樣站 那隻腳有時候 就像弓箭步那樣 那隻腳是比較後 那隻腳是比較後 那不是 我想不到 你拍一下 但我想問 你是拍照的期間 譬如你拿手機出來的時候 你是看得很漂亮 等一等 再拿手機出來拍 突然是你現在走著都很漂亮 突然拿手機一拍那一下 真的很短時間 可能因為我自己幻想就是 會不會那個女人 其實是在你後面走著 說事前那次 你一拿出來 噢 都有機會是這樣的 就是可能他是 沒有懷疑我停下了 然後一下就踩了 那即是沒有看前面 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背他 那不是抵鬧 誰抵鬧 不是啊 他抵鬧 他抵鬧 他當然抵鬧 他怎樣都會踩到我 是啊 但是 然後他 即是我一轉過去那邊 他已經欺口欺面了 為什麼會他欺我呢 即是黑口欺面是 形容不到 這個字眼 廣東話來計 是有分別 然後 然後我也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是啊 我已經走了 然後我慢慢走 他追著你來接 他追著我來跳 他很大聲罵我 神經病 他說 你這些臭小子 想我死 不知道怎樣 然後我說 我不管他 他越說越大聲 我走得很遠 他越說越大聲 他為了讓我聽到 然後他說 你是不是想我死 然後他說 是啊 快 哈哈 我已經頂著了 哈哈 那一刻他容忍程度爆了 是啊 真的爆了 等一下 如果你這樣回覆他 你不是在對罵 你很弱啊 你的對罵 是啊 我接受他的願望 接受他的願望 阿楊這份人很難生氣 他很低 他這份人很難生氣 激得生氣 他那個人也是 那個人是厲害的 是啊 厲害的 我完食他的野獄 我不明白 你怎麼完呢 最後你叫他去死 然後就走 他好像有點歇了 哈哈 哈哈 他真的死了 他真的死了 死了 你不會這樣說 然後就沒有跟著我 然後就沒有跟著我 他吃字 跟著就沒有跟著我 然後有另外一個 我也經常生氣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遇過 我到現在都分不到 為什麼有時候按錢 是會彈卡的 你有沒有試過 就是他會出一張 那些什麼紙 說你這次按不到 這樣 那我不明白 因為我有時候試過 垃圾機是這樣 有時候我猜 如果有人知道為什麼 那些東西可以賣掉 那些人說 那些錢 舊的嘛 但我發現是沒有關係的 有時候我後來發現 可能我按100就會彈卡 按500就會彈到錢出來 可能他機裡面 沒有了100元 那我就不明白了 那你那個掘人機上面是有 顯示的 你有按到什麼錢的 那你沒有100元就寫沒有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要 有寫有 有寫有 然後我按 系統出不了 因為掘完機最生氣的東西 是你只可以選一條隊來排 因為你只有一個人 你選了那條隊 然後你要由頭等到旁邊 有時候趕了一點時間 就是按不到錢 通常我去街最生氣的就是這個位 啊 講起這些 我小時候 我婆婆教我的 就是我要陪婆婆去街市買菜 我很小時候 第一次受到襲擊 那就是 哇大哥 我真的發覺那些婆婆 真的應該做開地盤還是什麼 那我是被她拿著一袋 那些 就是單背的那些袋 那些 然後她裝著 應該是街市 應該全部都是送 不知道為什麼很硬 一下子撞 哇 我超痛 我簡直是那塊皮掉了 然後我就跟外婆說 很痛啊 我打算叫外婆 就是你小時候想找人幫忙幫拖 然後外婆說 撞回去 哈哈 那我就知道 因為她回頭 我就立刻報仇 她整個袋飛掉了出來 那天我超開心 因為我發覺 原來對所有這些事情 我都要立刻報仇 要不然走了之後 就好像剛剛那樣 應該回頭 哈哈哈哈 真的哦 其實你在街頭 遇到這些事情 你不生氣好像是虧了 是啊 你明白嗎 為什麼只有我一個生氣 回到家 扔春 所以這次生氣是很應該的 我覺得 通常那些人會忍著她 但是我覺得生氣是應該的 說真的 這麼多忍得 真的 而且你要讓她知道她錯了什麼 是啊 你要有後果 哈哈哈哈 尤其是現在很多遊客 那我搭車 尤其是 有些人撞過去 我是照用廣東話粗口罵她 就是她聽不明白又好 什麼都好 神經病 有時候那些行李箱會滾到我 一腳踢回去 是啊 因為她不知道自己撞到我 他們習慣了 他們國家的習慣是這樣 但是不好意思 這裡是香港來的 基本的尊重禮貌都要 很誇張 因為那些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大哥 你等過馬路 基本的社交距離都會有一點點 突然有個肥佬 突然擦過你的身體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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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這個生氣的事件 話說來有一次 這個我也不知道是否有生氣的事件 話說來一次就坐地鐵 然後我就選了一個 通常現在的地鐵就是四個位置 一個是貼著玻璃 然後我就選了玻璃旁邊那個 我貼著玻璃那裡有一個人 有一個乘客 我就在他旁邊 然後車子立刻停下來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慣性 我就可能向了某一旁去 這樣 不故意避免到那個乘客 藍的還是藍的 藍的 然後那個乘客就超級憤怒 一下子憤怒 對 立刻爆了 他立刻說 喂 你幹嘛撞我 然後我是呆一呆 我是嚇一嚇 然後我就說我不是撞你 喂 如果你想我 我偷過一些給你 你出聲 不用撞我 不是 你是不是有什麼 不會 有錢坐的士 其實應該這樣回答他 我整個過程就 我怎麼說呢 我覺得 那個憤怒是有一些 即是他的憤怒是令到我不敢憤怒 我不知道你明白那個狀態 其實你也生氣的 我也不是不生氣的 因為對方的身形 你怕他亂來 你感受到他那種煞氣 Oh my God 他壓住了你 沒錯 不夠你那種 可以壓住他那個狀態 我壓了很久了 壓了整條天橋 因為我有一次也試過類似乘地鐵 看完演唱會 好像See All Star 幾年前 然後呢 搭那些 搭東鐵走 嗯 我跟朋友坐下了 在椅子上 然後旁邊突然 有 嘩 這麼多的椅子 坐在那裡 這麼像我 我也會這樣 原來是那時候 喔 但那個問題就是 我想了很久他在生氣什麼 生氣什麼呢 我想了很久 終於讓我找到一個答案 原來呢 他生氣 意思是說 這麼多椅子要坐在那裡 意思是說 那些時間已經沒有人搭鐵了 嗯 終於坐在那裡 搞得他沒得放在袋子 喔 這些人 你有沒有那麼容易生氣啊 你沒得放在袋子 你都要介意 很恐怖 這些人很瘋 但他在另一個位置不行嗎 是的 他就走了 喔 但不知道有沒有罵 其實你這麼好罵 他就是因為 不想遷就人 他想別人遷就他 所以就這麼生氣 我還有一些生氣的行為 就是在街上遇到一些會生氣的行為 就是 有些人走路就會是 打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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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不是肩膀先走 說的是跟你同行的人 是的 同行的人 就是一邊走一邊撞 是的 認識的人 一邊聊天一邊走的時候 有些人比較大隻 可能 或者是比較大分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他的狀態 他胸口比較橫 然後他在那邊走的時候 他可能想跟你聊天 他就會靠過來打算跟你說話 靠過來的過程 他的肩膀就會撞開你 然後他會再靠過來 你本人是這樣的 又再撞你 又再撞你 然後每次聊到那些位置 等等 我本人是這樣的 但是你的肩膀不夠橫 我爸爸在小時候罵我 我有些少許自己走路 會不會斜斜地走 就是平衡力有問題 飄飄的 飄飄的 然後越走越越 然後我爸爸 你怎麼一直這樣撞 你很煩 我就是這個 我孫兩個 我激怒我的行為 你生氣的位置是什麼 聊天不聊天 不停在肩膀頂著我 想跟他親密一點 不要撞來撞去 撞去撞去撞去 撞去撞去撞去 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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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退後 讓他自己飛到他旁邊 我試試試看 今天講一套大作 Dune的Part 2 你們最喜歡哪一個角色 我們喜歡那個 有一個族長的 Stuga 他本來是用作為朋友 之後變成了你的信徒 我覺得這下是挺有趣的 他的轉捩點是看到主角的大蟲 記得留意星期四的Patreon節目默默說電影 看完電影想找人聊電影 加入Patreon 快啊廢 我試過追憤那一次 有一次就在家用這部MacBook 他拼不到 不知輕了機還是什麼 我打了那個鍵盤也沒有反應 那我就打了 我發覺打一打一下 他好像沒有反應 我忍不住 一下咬這樣 我就說 扶街 維修要幾千萬 我是阿楊 還記得大約十年前 我去吉X家打火鍋 旁邊有個女人在說 她跟她兒子的事情 又說什麼 那兒子是獅子座的 獅子座的人 你怎麼弄扶街 我豈不是獅子座 我生氣到現在 拿出來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 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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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講那段 他剛剛講那段 他不是很無聊 但他講得很好笑 很生氣啊 很無聊 今天阿楊Hot Hand 阿楊在群組裡說 看劇的時候很多時候都很生氣 是呀 他就說他小時候看網球王子 看得很生氣 為什麼很生氣呢 是否因為B字抽擊 是折擊球A和折擊球 先說網球王子 是什麼漫畫呢 就是一個超能力的運動漫畫 我已經覺得不是超能力 我不知道會說什麼 總之你打個球出來 會S字形的飛 會算射球 都不要緊 已經很多人會覺得 這些按鈕才看 我不認同 但我是有看的 我很喜歡看的 我是接受了超能力的 那些能力 你覺得不需要混合 對啦 不一定要混合 那你看閃電獸一人 都是這個概念 但是呢 我雖然接受了有一招 叫波動拳 就是總之很大力的抽到人 然後你會整個人飛走 連人帶魄飛出去 連人帶魄飛出去 連人帶魄飛去觀眾席 有人接著你 然後就 這些我都接受到 這些都接受到 我看到 因為以前是租漫畫題 好了 租到 他47話是完 不是47本是完 接著頭46本呢 我都是租漫畫題 然後最後一本呢 我覺得 終於打結局了 我買一本單行本來看 那就是這個主角 打一個 總之最後大魔王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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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川 幸川是最後大哥 是 接著就 以前龍馬打了幸川 然後龍馬都已經很厲害了 會變超級賽 垂直跳過 超級賽 那我不記得了 總之很厲害 然後呢 最後呢 你知不知道 那個比賽變成怎樣 幸川 幸川一打個球過來 龍馬一接 接不到 因為他奪走他的五感 你明白嗎 視覺 慶覺 承透時聲齒 觸覺 那些全部都沒有了 即是他是COVID來的 全是COVID 很厲害 放了一些COVID 在球中 解釋到 很合理 合理 你不應該生氣 應該生氣 就是沒有超能力 就是沒有超能力 現在就是沒有超能力 打到最後一集 然後龍馬中了 他所有球都摺不到 站在那裡 然後他慢慢滴球 摺不到 一分 摺不到兩分 摺不到三分 一角 最後 你知道嗎 以前和馬是怎樣扮成 我想聽 入鬆 是 那是另一套 他就是變成超級浪人 他的身上 有些氣 爆出來 無私自通 無私自通 無故爆出來 但他在想什麼 才會無私自通 即是我生氣 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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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無故爆 沒事了 然後打球回去 贏了 他的眼神 你看到嗎 你多少錢呢 他真的很生氣 40元 不是那個錢的問題 是騙了你46集的問題 是啊 我看了46集 結果一定會很精彩 你幻想是另一些 再特別一點的超能力 對 你的球 不知道為什麼變成10個球 打過來 然後我勉強接到9個 那些 如果他其中一下斷了手 你接受到嗎 斷了手也接受到 是不是也接受到 也沒那麼過分 他可以衝擊個人 彈走 其實你斷手也不是不合理 是啊 這件事都是大力 那你怎麼奪走別人 不敢 其實我真的覺得 你都說到超能力網球 為什麼你還要看下去 我想問 視角我明白 觸角我也明白 聽角我也明白 臭角關打網球是什麼 有效果 這個順手而已 我問不到網球 你有理由四感 不是的 我聞不到網球 那個網球有味 沒有的 其實對這件事是多餘的 對 你對這件事是浪費力的 純粹沒有欲 你也看得很厚 即是拿光珠的概念 你有沒有看美國隊 即是我也將到你的軍 拿到你的帳 國家隊那些沒有看 那些看不到下去 神經病 你不要再看 那些 因為我那時候 我一輩子看得 六角還是兵帝那一段 已經很好看了 兵帝最棒 神經病 神經病 打到網球全身傷了 神經病 神經病 殺人網球 對於那些交劇 我也有一部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有一部電影叫做 當狗愛上貓 什麼狗愛上貓 就是羅家良和胡亨爾做 我感覺到這個組合已經很 當狗愛上貓也很厲害 我也OK 我不記得說什麼 類似一個喜歡養狗 一個喜歡養貓 通常狗就是脆和 貓就是高傲 覺得很合理 意思是說你們是哪一類情人 那時候又流行那些什麼 做隻貓做隻狗 不做情人 那些 又中版權 又中版權 沒有 然後就沒什麼 看到最後 羅家良得過絕症 那些狗血劇 狗血那些 最後都是這樣的 他得過絕症 又不想另一半擔心 於是 他假裝死 等一下 為什麼還假裝死 反正都快死了 你要明白一部連續劇的主角的思維是怎樣的 他是要在他死之前已經假裝死 令到他可以 即是早點傷心 早點傷心去 他假裝死 那他真的做了一場假的喪禮 那我小時候五年班 都覺得很荒蜜 怎麼搞錯 怎麼假裝死 因為要簽死亡證 要政府有些人確認 怎麼假裝死 然後他真的在喪禮裡 那喪禮裡辦 那些人真的在那裡 憑吊他 在那裡弄花 這個時候羅家良 不知道為什麼 神推鬼用的 爬回出來 偷偷地走 偷地走 哈哈哈哈 Walking Anna 精子 即是他終於騙到大家 這個時候我還沒死 他覺得不可以真的火撞我 那我就爬回出來 然後從哪裡 走回去 即是火撞那一刻他才爬出來 不是 他在喪禮裡爬回出來 即是蓋了官 應該可以的 那些 然後最後他們相遇 我都知道你還沒死 這樣說 什麼啊 我小時候都不知道看什麼 有沒有太荒謬啊 但你最初是好看的 都可以的 即是電視劇 其實是編劇的能力 開始沒有貨了 我不知道 或者寫到有時候 賣不到味 是啊 我打那麼多 你都還到 我唯一終極的手段 就是什麼都感覺不到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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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網球王子 如果打斷你的手 你會不會覺得第一次厲害 你都不會 單手 只有右手 不影響 那你們有沒有關於看得很生氣的東西 因為我經常聽人家看巨人結局很生氣的 你們有沒有其他 我還沒看到 你還沒看到 你準備好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劇透L 劇透L你們生氣不生氣 因為我看過一些文章說 為什麼劇透會令人生氣的 它就說分兩類人 有一類人 他們看電影 不是在講情感的感受 那些人就沒有那麼介意劇透 他們是想看那些故事怎麼推進 或者那個 拍攝手法 對 拍攝手法 或者角色的人物是怎樣的 有些人是喜歡看劇 是看整個戲給他的感受的 那些人一被人劇透就很生氣 因為他享受不了那部戲 其實是因為你聽人家說 然後你的想法帶著一個既定的概念 走進去 就是我知道了 等一下怎樣 那裡爆 你就覺得很不願意 因為你看戲就是 每一刻都在刺激你 但你們有沒有試過被人劇透 當然有 有哪一套 哪一套 你們Advangers Endgame 不是 Endgame有沒有被人劇透 他們會復活的 那些 是 Iron Man會死 這個我知道 這個我知道 但因為我沒有追的關係 劇透了我也不知道 那時候看連登還是什麼 然後直接的標題就是這個 我真的聽到 熱門標題的題目就是 Iron Man死了 那你生不生氣 那一刻 其實我沒有去到生氣 但我反正都會看 但我不會再上網 這個是真的 我呢 中過幾次服之後 我就明白一個道理 現在是演算法的年代 演算法的情況是會怎樣呢 當你忍不住搜尋了一次之後 他就會不斷適合那些東西給你 適合適合就會中一個是劇透給你的 因為那些 content farm 那些契弟 一定會打劇透 然後博你流量 或者那些娛樂新聞那些 很流行直接打了個 第五集率先看的那些 然後就會劇透了你的 我那時候試過看愛的迫降 哦 看這個 袁彬 和孫藝真 那無緣無故看看 如果你還沒看 不然現在也不怕了 這麼多年了 你又怕自己做 自己演一次劇透是怎樣的 劇透是怎樣的 在那邊追 追 突然有個人說 突然直接說 都想到他們在瑞士會重逢 直接不用看 你是在哪裏 你的朋友說 還是在網媒說 我看到網媒說 鋪了出來 Dang 很缺德 很缺德 而且他鋪的照片 是在瑞士抱著 Dang 好後悟 我們逼說 一個在北韓 一個在南韓 北韓那個經常隔著 南韓那個就找不到北韓那個人 如果你看到他們在瑞士 最後一齊了 看什麼都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看什麼韓劇 最重要的是 他們有沒有在一起 你播了20集都是 唉 很差 沒有人劇透那些鬼故 我發覺 那些鬼故 那些鬼的電影 電影有些 可以告訴你 死了 沒有死到的那些 啊 他越是多人這些 越是劇透 很煩 好像鬥快吃先 屎又不叫他吃得快些 我以前 首先說 我是不怕劇透的 其實是 所以 有人劇透是 不太有所謂的 但是有個契弟 有個契弟朋友 他是以劇透為樂 那真的會生氣 即是他會跟我看同一套 然後他就借一些耳機 說 你有沒有看到那裡 他特地不說第幾集 然後他就說劇情 打網球那裡有沒有看 什麼東西打網球 就已經劇透了你 第一句就已經劇透了你 很冷 他也是很開心 說完之後 這一下我就生氣了 為什麼他要折磨別人而樂 我爸爸是這樣的 我爸爸那種是 你要明白 年輕的時候 我覺得沒那麼有空 要做那麼多劇 到那些年紀 五、六十歲的人 沒有什麼劇 他們做的事情很快 很生氣 你永遠在社交網絡 你看第二集 他們看了第七集 他們是很空閒的 因為他們的社交圈子小了 他們不會那麼多時間 像以前那樣 我們經常去那麼多活動 去抱那樣 不會的 那我爸呢 他經常很想show off自己 還記得那些劇情 哦 譬如我看到那裡 然後我很緊湊 他說 欸 稍後就更緊張啊 哈哈 我想得好一點 都不是說那個有什麼分別 情緒出來 你就覺得很煩 因為你記得那個劇情不代表你是很創意的 你看過一次 記得有什麼出奇 我覺得我跟你一起報 但是你猜到那個劇情 我就覺得你厲害 你看過一次有什麼厲害 有什麼記得那麼厲害 你記得那次我也記得 就是你看Golico 看了很多次 然後說 待會他吃糊了 為什麼我說呢 為什麼你說呢 但是他也很開心 你猜他開心的 很開心 很搞笑 這一刻 待會兒再說吧 哈哈 是很多東西可以生氣的 不過現在 聽首歌 放鬆一下 不 mira 好笑 蜷筆 但要是很愛他 因為我勇氣,我們喜歡 也會有什麼愛好的 喜歡吧 好笑 你有點心情 我也會想說 像我一般我習慣 可是那個花蜷筆就是如何 你現在都是兩個花蜷筆 之後我喜歡兩個花蜷筆 所以我會想說 還有一個花蜷筆 就像個花蜷筆 好好休息就是一种最舒适的兴奋制 不太肯定自己想成为天的人 不愿望下天空上某够迷失的魂 我望下会望见浪费了很多时间 追求所谓人生意义 只发现最幸福的时候往往无物特别 I know我一面 放下所有针念挂在天空上面 上头的时候就放吹风飘浮 伤心的时候就借下雨去消瘦 流伤去再晨运 未好可以超久 万无目的活着就够 无大到要求 慢慢慢慢地变一九云 在没有终点的世界 好好分一分 慢慢慢慢地变一九云 在太快太怪的世界 抗拒被捉紧 坐一旧魂不要什么格调 不要紧偶然逐游不紧要 记得先忘忘记追逐分秒 无声照照地逃离掉分腰 好好享受生命说穿这刀刺一游 大胆说怕痛成长不需要美化伤口 吃饱就足够不必追逐丰臭 快乐或忧愁 无法去错心旧意 速册忘记 成年魂喝冬摆脱了时间 放心飘荡睡月间 深信生活只有规矩 让快乐慢慢失去 拥抱直觉主观 幸福不需要根据 想太多就不对 最多都只要失去 不经不过山坠之中又大了一碎 LES Zither Harp 在没有终点的世界好好睡一睡 慢慢慢慢地变一九云 在太快太怪的世界抗拒被捉近 一九云失了云 在找到了灵魂 好好听的吉他 你听的是KVC的歌 有一次上班的时候我真的很生气 我叫了一个part time的同事帮我换电芯 那个是用AA电的 然后他说换不到我就查看 然后他塞了三粒AA电 和一粒AA电 原来他不知道AA电是不能够用AA电 好 生气也有好处 我就是想问 其实生气是好还是不好 我想到有些事是好的 如果有些事是真的激怒你 你没理由忍的 但很多事大家都会忍 但如果你发出来 可能有人会激怒你 那他会认识到自己 原来搞到人 原来自己可能有问题 让他自己反省 原来真的不觉着踩到人 是啊 原来那小孩真的会叫他死 是啊 如果你不回应他 他就继续当你没到 继续欺骗你 甚至他觉得自己对 这是一个要看他的地方 是啊 我认同的 同意 因为我以前中学生 真的很圆滑 圆滑到通常就是这样 你继续圆滑 到某一个位置叮不住 你就会爆炸 是 然后我就发现 原来是不行的 然后到大一点 就发现有些老闆是很凶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过那些老闆 是很凶的 我跟着老闆都很废 哈哈哈 我跟着老闆都很凶的 然后那种凶是 你会觉得 就是没有那么烦 但是到可能他不是我老闆之后 你跟他自己私底下吃饭 还是什么 就发现他又不是那么兇 我就发现有时候 有些情况 他恶是一个 工具 或者他负的责任 就是那些什么 With great power Come great responsibility 其实是不是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形象 就是要别人去尊敬他 敬佩他 所以私底下吃饭 就不用那么生气 是啊 或者他有那个权力 就是要勉拆你 不然他是没有尽到他的职责 甚至他知道这样是得罪人 他也是要做一些应该对的事 是 你这些是好老闆 如果不好那些是乱用的 乱用的那些 好啊好啊这个做得好啊加油 我回想起我中学那个 那个训导主任 那训导主任 一听你就知道是恶的 而且他在学校里面 是表现得很恶的 是 每天祖会 你一听到他的声音 你就不舒服了 哈哈哈哈 立刻早抬他 是 但是原来呢 有时会私底下 约出来吃饭 还是不知怎样的 或者不知怎样撞到 原来他这个人很友善 是 是完全两个人来的 所以我就知道 可能他就是 在学校里面有个形象 他就要按 是 有时会很容易愤怒的 这些东西就是表达给你看 就是有时你做错的东西 你应该要受罚 你应该要知道 这些东西是严重的 所以他就用这个情绪 还有有时这些位置呢 他突然间温柔跟你说那几句 你就会很入心 就是他突然间很认真跟你说 阿羊啊 其实呢 就应该是真的要这样做 这些位置你要记住 就是他突然间有一刻 他突然间很恶 但他突然间温柔那一刻 反而都可以是一个 他要形成那个对比 令你记得那一刻 令你记得那件事 是 就把那个愤怒突然间一下子消失 所以那个愤怒都是累积去做之下 之后那样东西的动作 嗯 有些女朋友就说 我都是想男朋友哄而已 那好像应用回刚刚阿泰说 哎我经常都生气 啊 一下温柔了 其实我都是想BB你怎么怎么怎么 你特别入心 那其实这个是不是一个叫做 手法或者工具 他每次这样用 我觉得呢 要视乎 他有没有把握 他要黄金的转 的情绪的位置 有没有一些例子 譬如他不断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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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这样 但如果有些人呢 他不懂拿捏 他继续生气 那男朋友瘋了 你慢慢生气 那男朋友可以在表面上哄你 但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随便生气 但是真的会有收的一下子 因为通常如果是火爆的那些女孩呢 就会不断生气 生气到你要跪下哄她的那一只 他才会放过你 那些都不算 那些算是好的 如果你跪下哄到就算OK了 算好的 是啊 跪下 已经算给你面子了 哦 一样都跪下 我真的幸福了 哈哈哈哈 我是很怕double dating 什么叫double dating 不是就是两个情侣 什么double dating 不是不是 他以为是 两个 他以为是4P 不是我以为 三个 三个以为 阿泰你 英文猜 英文猜 那些事情就是两个情侣一起去 我试过去旅行 是两个情侣一起去 吵架的 最差不是我吵嘛 对方 隔壁吵 你有什么可以做呢 你隔壁吵也不关事 然后吵到 很无聊而已 情侣罵得架 多数都是无聊的 有一次呢 就是那男生 整天都不知醒的 那刚好他又真的不知醒 他就吵架了 嗯 他在那里吵了很久 他说了 你不敢吵架 你吵架 你不敢吵架 那我跟那时候女朋友 就心疼 你吵不知醒 都是觉得他耽误了你时间而已 你现在耽误了你 你现在耽误了你 还半天在吵这件事 是为了什么 哈哈哈哈 半天啊 最后我们改了行程 我本身去 很生气啊 是很远的 最后我们去旁边咖啡座坐下 我还特地 我特地录一条影片 是我们在那里说的 我说没有啊 今天的行程取消了 你看看后面他在吵架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等一下给你看看 我还有没有 哈哈哈哈 但这个很生气 你这个是 把他们的份量 变成一个正确的工具 那不是怎么样 除了笑可以怎么样 可以笑他们 很好笑 跟着呢 因为我们是去看音乐的 那时候 嗯 那他们就继续吵架 那么疯? 那我和那时候女朋友 就进去看了 他们在外面吵 哦 他们在外面吵 那女朋友不让他进去 哦 那我们聊完才可以进去 那算是有道德的了 已经 没有道德 后来呢 他撕破了那张票 哈哈 就是女生自己进去 男生在外面 道德论莫 你骂骂一下 他撕破了 太过分了 但是职员都给他进去 可能他也体量他 我进去的时候 看到他整个人都是纸碎 喂 不要试得这么完整好不好 你试一下就算了 我觉得尴尬就是在于 喂 你们吵架 那我们怎样呢 是啊 你有什么三十日访门 自己吵吧 去旅行都有几天 你在吵什么 所以憤怒收的位置很重要 我只是觉得你懂得收 其实男朋友 我觉得香港男生 很多都不介意投 而且你刚刚 我纯粹都是说女人 如果有时候在街上 你看到有些妈妈 在教小朋友 骂的 好像你刚刚那样 有些爸爸妈妈 你刚刚在说 旁边的情侣在吵架 不关我事 但是他打不上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有些父母 可能教一些很小的子女 但是很大声 然后又会影响到你的 可能你的餐厅也好 坐车的中途也好 不知道你觉得这些生不生气 我有时候会叫他们静一点 是 那些图书的那些 那些就一定要 但是可能公共交通公共都会叫他 小声点小声点小声点 小朋友都小朋友 而且有些真的还是 我觉得这个年代 少了很多人不懂得教育 那种幼儿教育的心态 真的还觉得 我当众羞辱你就可以了 现在不流行的 羞辱了 最经典的那些就是小朋友不肯走 那你如果是现代一点 就是告诉他们为什么你要走 譬如在公园里 他不肯走 那你就跟他们说 我们够喜欢吃饭的了 那你现在再不吃了 待会你就肚疼 其实多数的小朋友 那些研究发言是会听的 但是舊一段就是我走了 你继续玩吧 然后就不肯走 你现在害怕了吗 蛤 我说我走 我不管你 你自己在这玩 就是那些 我想你是说那些 就是那些 然后越哭就越厉害 然后就很烦 很认真 本来你自己在这骂 你已经很吵了 我真的很厉害 但是我在戴耳机 我教过 为什么我买钢噪耳机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你这些混蛋很吵 我为了你们浪费这么多钱 我已经教了钢噪了 我都听到 我就吵一吵耳机 你什么来的 你会的 你会不会的 我会的 我会的 我就听到你吵什么 然后我就 好像狗那样 大哥 你知不知臭的 真的 我一叹他 神经病 我每次都会 人们都会阻碍我 也好 吵一叹 他听不到 原来吵到自己 也听不到外面的 我就下车了 他这些就是不懂得修制 我认识 憤怒调节障碍 我觉得憤怒 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 他会降低你的判断力 就是你失去理智 就是你失去理智 对 你失去理智 你收不到制 原来大家当你像看电影 是 他一直滴下去 那个油盆 很生气 很生气 然后就没有人 人家说什么 他都控制不了 那关于这个生气 我也看了一个文章 他说 我很喜欢看文章 哈哈 全都看过 学者 学者 我自己有些事情 遇到 我也有发生 那一刻 我在看自己 究竟因什么生气 他说了 其实 我觉得挺有道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觉得他没有道理 就是这么说 是 那话说 其实你去憤怒 这一件事 其实很多时候 是你的 它用reflection 是一个你心理里面的反射 通常你生气的东西 就是代表你 你所重视的东西 相同的意思 他举个例子 就是 如果你生气一个 很不懂得控制情绪的人 就意味着 其实你是一个情绪 控制得很好 甚至是太过 去抑压自己情绪的人 所以你见到人情绪很波动 亂放自己情绪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生气 所以 他这个文章 到最后指出 其实你要了解 你的愤怒 其实是心里面的一块镜 它只是反映你心里面的一些想法 它是你心里面一个正常 应该要有的情绪 一个正常会有的想法 你生气是正常的 他就说 反而你是要透过这一件事 去了解你自己 或者去舒缓你自己 或者去找到究竟 你生气的那样东西的反面是什么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我来说是很有体会 因为我会很容易把生气 和情绪管理放在一起 或者好像刚才那样 就是那些调节障碍 但是其实 他那一刻就提醒我 其实都可以是 你情绪管理很好 你没有爆发出来 但是不代表你要把生气 去压杀到 变成不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 那一刻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对我来说 就是接受自己生气的这一面 生气是正常的 就看自己生气这一件事 代表自己重视些什么 例如我那次生气 就是生气个人做事不认真 是的 我觉得既然你也是办公 你就扮到你不需要理 你不需要弄到其他人 你扮到你自己躲在一边办公 也没有人骂你 你扮到又要扮到影响到其他人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我就觉得他做事很差 就连办公也做得差 我已经想起了一些对白 我重视你我才会生气你 我只是想起了 我觉得意思是 不要完全觉得这件事是差 你失控的生气 当然不要 但是你其实有东西 重视是很正常的 你觉得那个人 譬如有人迟到你很生气 你重视手时本身是不差的东西 是的 你帮你的朋友的女朋友在兜 不是 他只是说这件事 他是难分 他很好 他很好 而且我觉得你生气 除了觉得好 我觉得要好好去表达你的生气 譬如你很生气 有些人就 譬如说 当你拿回阿謙的那件事 你迟到 我怎么办 你怎么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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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可以 当然你可以加粗口 但是我觉得更加要好好表达 就是其实我们今天真的要去一个好远的地方 是早一点去 就像之前阿仰都在Podcast里面都说过 要去一些好远的地方 可能真的拍一张照片 然后搭一个站 怎料朋友都很迟 是的 就是你不知道生气好还是怎样 有些我觉得 就是要很清晰地表达 然后同时 人家要认识 好像刚刚说到 就是其实小朋友会踢的 是 其实我相信 现在听到Podcast 也不是一个小朋友 是不是 那更加要好好地学习 怎样去表达 有些愤怒 就是比如说我不喜欢你 其实是什么的 就是学习一下表达愤怒 不是愤怒表达 嗯 好吧 好吧 那今集都差不多了 是的 记得加入Patreon 是的 可以听这个密密港电影 现在硬踢了 哈哈哈 有些精彩节目 我们绝密公开 我们下集再见 那我们散会 散会 散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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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